好 那麼經歷過這一場選舉 那麼對於 因為林佳龍是靜怡的 這個主任委員 那台中市長盧秀燕也幫了 幫這個袁寬等站台 那對這個事情 對這個盧秀燕已經連任造成 非常大的挑戰 另外何欣淳 蔡其昌 農工 那是總統愛掛算 我們義無反顧 那這個事情 對盧秀燕的挑戰有多大 等一下我們討論 我們現在看不下 中俄立委補選 擔任林靜怡競選總部主委的林佳龍 補選有功 下一步引人關注 有市民期待老市長回鍋參選 回鍋突然選台中市長 那是正確的 那也是我們台中的福氣 所以我還是希望我們的林佳龍市長能回來當我們的市長 也希望他回來選 然後就是也是把就是社會或是未來 然後生活改變一下 林佳龍身世高漲 畢竟這一戰不容易 鬆動嚴加鐵票區成功翻轉海線 目前台中八個立委選區 藍燕只剩第三選區立委楊瓊英和第八選區江啟成兩人 綠營立委則佔了六席 對民進黨來說拿回台中執政權信心大增 全權之夜 對啊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大家 台中市長盧秀燕一聲謝謝迴避了敏感問題 中二選戰也被視為前後任市長的PK站 林佳龍的市政經驗給林靜怡不少注意 但是要再戰台中還是挑戰更矚目的區域 林佳龍的意願讓人好奇 蔡總統遵循林佳龍的意見 是新北市跟臺北市 林佳龍好像是對臺北市比較有考慮 民進黨的六都市長人選會怎麼樣 住起來還很難認斷 人才沒有選擇戰場 只要林進黨需要他的部分 他絕對也會全力以赴 這就是民進黨安決的 林佳龍卸下交通部長後 日前才被蔡總統聘任為無任所大使 歷任地方官 政務官 此理完整 本就是民進黨的一季活旗 現在普選有功 只看從哪個戰場再出發 好 我想這個 今天我們邀請到王局長 那王局長是臺東市交通局的局長 現在請教你就說 那這個路線有可能再更動嗎 就這樣 現在已經進到交通部的程序 那去年三月交進去 交通部已經叫臺東市政府補很多資料 最主要關鍵是因為他的預算 多了三百多億 那高價化跟地下化做了很大的改變 這一次的選區有三個改變 那市區包括在西屯 包括在中西區 這兩個地方又有更大的改變 那接下來交通部就會開始審 這種案 審這個案 因為已經來來回回 已經補了很多資料 那所以這個都必須對多出來的錢哪裡來的 廠站為什麼要變 路線為什麼要變 高價地下為什麼要變都會進入比較專業的討論 我相信臺東市政府的包括交通局 包括市政府最後都必須所有的對話都會留下紀錄 就是說你這個對話專不專業 或者是說為了個人的土地去做這樣的辯駁 我想大家還是接下來就是盯上這個進度盯緊這個進度 那看這個交通部能不能更專業的來審查 這一個這個案子 也不用刻意讓這個案子加速 也不用按這個案子就是怎麼整本退回 所以所以中央你的意思是說這個米四站跟米五站 中這個圓寬堂有路則開發有六百五十元的土地 這個事情也有可能維持原案 或者是交通部更改就對了 對 就是說可行性言就 可行性言就就是你說的原案 那現在臺東市政府提了新的方案 那交通部擔廣會跟臺東市政府討論說 你為什麼要這樣改 那你要說服交通部 交通部審這種案子有十五個委員 十五個土地沒有在這裡的專家 你怎麼去說服土地沒有在這裡的專家說要做這樣改 而且違反了常理 就是說可以跟臺鐵共構 大家交通建設跟臺鐵這種跨局處 這樣跨部會之間大家的整合 你不處理 你跑去了另外一個地方 那會不會臺中市政府或者是嚴加說 就是因為選上林靜宜 你所以這個臺東捷運故意搞我們 所以他沒有臺東捷運南線 如果這樣講的話 那盧軒剛剛負責 因為這個案子從二零一八年 核定之後到現在已經四年了 沒有進度 為什麼沒有進度 就是因為改路線改車站 然後多了三百億 然後地下高價 我上次有提過說高雄的防線 高雄的防線的可能性核定 比臺中晚了半年 這一條路線晚了半年 結果高雄的防線在今年年底要動工 去年就核定今年要動工了 高雄就是一直刮一直刮 然後高雄部叫他改他就改 結果不是台東是高雄部沒叫他改 他就自己亂改 亂改一通你要說服交通部那十五個土地 沒有在這裡的專家 事情就不會有那麼簡單 所以可以說很多時候是為了嚴加的利益嗎 不然他這樣改 他去比對就是這件事情 不然他為什麼會做這樣的一個改變 除非 除非這條路線 原來的旁邊的土地都是嚴重的 這樣我就沒話說 就說你刷幾百公斤都銀刀的 我就沒話說 可是因為現在不是嘛 現在是剛好刷過的所在都得到 那就是很奇怪的事情 奉勸盧秀燕 你懸崖勒馬 把現在你送給交通部的案子就拿回來 就用原本核定的 當時前任市長所做的案子 因為已經交通部核定了嘛 對不對 那你何必你還要弄新個案子 在那邊公文來來往往 對不對 你或許你本來是因為 為了要顧及嚴加 你不得不這樣做 不得不變更路線 嚴加已經落選了嘛 你就回歸正常嘛 你不要在那邊折騰 那如果正因站把它改成寬恆站 不是 是改成寬恆站 可是你路線 你本來那個地方都不應該設站啊 跟是不是什麼名字沒差 你可以叫寬恆站也可以 你叫清飄站也可以 你叫東瓜站也可以啦 我們都無所謂 但是主要是你已經讓這個工程 一直在延宕 所以說你就行行好 別的高雄黃線 他說局長說 高雄人已經重工了 他本來還沒半年 人現在重工了 台中跟現在都送去 跟老婆而已 人家是後來居上 後發先制 結果你是先跑 結果後到 所以就變成說 這個台中未來怎麼發展呢 這是攸關未來台中城市發展的 很重要的 我覺得盧秀燕 你真的不要 你是不是連任我不在乎 你愧對台中市民的 這樣的發展 我覺得是最大惡極 那我的觀察 林靖怡的當選 對盧秀燕 第一個重要的指標是什麼 盧秀燕這你三年來不作為 或者什麼事情就要甩鍋給中央 未來沒那種事情 讓你可以輕易甩鍋中央 為什麼 包括我們台中 所謂的藍煤 藍氣的電阻 包括三首線 包括許多跟中央相關的政策 林靖怡的當選 他會不斷的去追蹤 要求中部也好 國防部 國產署 這一都會一一的追下去 第二個部分 我想也要告訴盧市長 盧寬恒的落選 千萬要告訴你一件什麼事情 你不要只是配合盧家 以為你配合盧家 就能夠滿足整個海線 鄉親的需求 過去他在那兒 當時來就是走國民黨的落路 我跟地方派系合作 只要滿足派系的利益 滿足派系的需求 像這一次所有捷運 攸關整個海線未來 我的選區大甲大安外譜 你殺戮火車站 沒有跟藍線捷運來共告 或共體共戰 這件事情對整個海線 尤其盧秀燕你三年前 剛當選還沒就任 就直接宣布暫緩三首線 這對整個海線鄉親 這只證明了一件事情 你只滿足盧家的利益 而漠視海線鄉親的需求 另外對盧家來講的黑派 其實這個也會產生質變 你眼睛已經不是純依情 你法治的電動 難道黑派的內部 沒有純純欲動的勢力嗎 另外 所有在談到紅派 其實這麼多共同的利益 已經有那麼碼頭 不是夠尷尬 不是夠黑派 其實是紅黑 這些背後有多少紅黑的結構在裡面 難道紅派會想說 你現在黑派在揮銷 我是自己要搭防火牆 還是這個純寒齒王 我們怎麼樣共同來面對 甚至是所有跟市府的違章的這些爭議 要有人先出手 來譬如說跟盧秀燕 好 我們就聽 要有個止血 要有個停損點 我想這都會影響到 接下來盧秀燕的連任 我覺得林靜宇今天說的 就是像智昌這樣的議員說 中央我們要去顧 地圈你們顧著 大概是這個意思 台中市議會接下來要看你們頂 來 連話要補充 其實今年是選舉年 如果這個捷運藍線遲遲沒有被核定 或是說交通部退回臺中市政府的話 我跟你保證 盧秀燕一定會做政治操作 而他的說辭就是 現在林靜宇當選了 中央民進黨在卡臺中市政府 這不是我黑白說 不是我原諒 你看過去四年 三年來 盧秀燕對於臺中的空污的態度是什麼 都適合中央 連嚴寬衡 競選政見裡面講空污不好 都推給中央 他忘記現在臺中市長是盧秀燕 所以我覺得這個要處理這事情很簡單 因為過去臺中市政 在全國的新聞版面上 他能見度是沒有那麼高的 但是經過這次中央補選之後 你現在全國去看 大家都知道捷運藍線 這些事情 他的能見度會提高 提高之後 就如同我剛剛講的 叫做話案為名 當這個事情在立法院討論的時候 在政論節目討論的時候 在全國媒體討論的時候 那些在私底下敲來敲去 那些黑手 立頭砍進來 那些黑手就馬上會見光石 所以我會具體給交通部一個建議 假設如果說那十五個委員同意的話 以後你們討論終結藍線相關的會議 可以的話就開直播 然後呢 要不然至少會議紀錄公佈 就給大家看 我們是基於什麼樣的專業 來討論這個事情 我覺得用專業來說服 臺中市的選民 這是盧秀燕接下來 他要面對的課題 最後再提醒盧秀燕一件事 沙龍莊園到今天的危機 今天拜一樓 你還 臺中市政府 連他是不是違建 你都不敢講 有走到這個程度嗎 你有這麼害怕嗎 是是是 好好 如果這樣我就來看一個我們這個 這個大家以後會常常看到 這個美麗的莊園 因為他如果沒聽 那我這個請教一下陳大哥 因為他管道 這是旁邊的公務 四樓 他也是申請四樓 應該是到這裡 說起來他蓋起來 差不多管道好像八樓 他天井也沒看到 再來就是這個車道 跟地下停車場 還有這個所謂的觀景台 李正浩說這個很煩惱曬公 是蠻像的 我請教你 他這個聽不懂 盧秀燕要怎麼處理 這最好是不要聽 到盧秀燕在選議院選市長的時候 拜託都不要拆 因為那個莊園只要把把那個三百五十坪的那個國有地 一把他收回的時候 那塊的兵會虛壓 因為他就沒有路可以出來了 就乖乖的要從那個那些販主那裡出入 那如果地方從那裡出入 哪有選雙圓 不是啦 我問你 他沒聽 他是要怎麼對台中市民交代 他是要怎麼選市長 他就 我告訴你 他做市長也做得很辛苦 就要聽紅蝦的紅蝦 紅蝦牌在支援 對 跟以前黃仲昌在做台中館長一樣 搞你之後 他說他贏的會 所以盧秀燕 我有一個猜想不知道對不對 如果到時候他沒有辦法收拾的話 他就 我幫你算了 盧秀燕不連任 對 他有可能 你注意慢慢的抗 如果大家追下去的話 幾個事情的話 他就會考慮了 他太為難嗎 我告訴你 他不只這個為難 還有很多事情還沒報 社會住宅的總泰建設那塊地 他是怎麼放出來的 請盧秀燕你告訴我們 那些是年輕人 一般的人要去 弄著社會住宅的用地 被你賣給總泰 蓋豪華的公寓 那我請問你 你說你還會有嗎 那個沒有報 如果報出來 那個就是核子彈了 來... 因為他老公也是在做建築的 所以這一點 我希望盧秀燕市長 你好好的考慮一下 來... 如果做得那麼痛苦 我是建議你 不要選 再找一個人出來選 陳大哥 來...請教一下 北京了解一下 這個社會住宅的土地多少 北屯泰原段是一萬多坪的土地 三十幾億 根據媒體的報導是三十八億賣掉 對 所以就變成是三千五百戶的社會住宅 就此就消失了 三千五百戶 三千五百戶的社會住宅 那為什麼他不蓋 要把他賣給建商 這個就是個大災問了 因為我想對於很多年輕人來講 盧市長當時他在這個立法院 也是剛好在財政委員會 那麼財政最重要就是有關於打房嘛 對不對 他那時候非常強調居住正義 當時的盧市長是打著居住正義的 那麼很多的年輕人都想說 這個盧媽媽市長上任之後 應該是要關心在乎年輕人 結果現在這一塊一萬多坪的地 以三十八億賣給建商 理由是什麼 取消了這三千五百戶的社會住宅是什麼 那原因是什麼 我覺得盧市長後續必須要處理 那市議員請教 這個陳大哥剛剛有講說 盧秀苑市長把本來要蓋 社會住宅給年輕人的地 賣給了一家建設公司 賣了三十八億 那這裡本來可以蓋三千五百間社會住宅 沒有錯 請教你這什麼時候的事 這去年四月 我們在議會裡面其實就提出來質疑 因為他是在太原段 那算北屯 台中市的北屯 所以北屯其實是原市區裡面人口最多的 包括他到大坑 褲子 褲子 整個都是人口密集 包括現在七十四號開通以後 整個那裡的人 房子一直蓋人口一直增加 那我要講的是盧秀苑其實 在他三年前競選的時候 就一直在打錢草 打錢草什麼 舉債嘛 不斷的舉債嘛 這個財政 台中市的財政多爛多糟糕嘛 但是他接手以後 不只是賣了這個社會住宅的土地 其實還有很多國市府的土地 是去賣掉的 那我要特別再補充一下 當時候為什麼台中市 在林市長那個時候 他的財務會那麼高 因為為了要開發 包括智慧產 智慧水南經貿園區 那個都是錢 就是市府要先去借錢 才能夠投資 不好意思 我請教 因為你蓋社會住宅 讓年輕人 年輕人才會投票給我嘛 他做這個選舉 他才會有票嘛 你蓋 你這個賣給什麼建設公司 這怎麼會有票呢 那他的好 對盧萱恩來講 他的好處是什麼呢 當然 這個區塊 這個我想他們 他們在當時來 建局這塊 那再加上所有當時候我們議會 不只是綠色的議員 其實藍色議員其實也有質疑 為什麼 社會住宅不就是解決 現在年輕人買不起房子 而且不只是把社會住宅 來土地賣掉 大家不肯買今年 今年如秀燕大降地價稅 地價稅這件事是什麼 地價稅就是要了要防止 這一些土地過多 甚至是建商 你有很多土地 我透過地價稅 讓你意志你不要一直想辦法 有錢就一直買土地 所以一直一直一直 但是他把它取消 當然我要講仍然有一些人會受益 但是我認為大多數都是土利於某些財團或企業 所以要平衡一下 因為這個事情新聞查得到的 當時盧秀燕市長的回答是說 因為在北屯已經有兩三個規劃的社會住宅的地方 但是在這個西屯的部分 第二大去西屯卻一個都沒有 所以是改到西屯去 所以是因為這個 那當然大家做什麼揣測 尊重 可是我覺得這個好像 如果你是有土地建商 還是有非法勾當 那照道理你去檢局 甚至是這個要求檢調去查等等 我一次講完 那至於社會住宅 盧市長當然重視 大家看一下一月七號 不是在東區的上午好宅 才剛好上涼的一個社會住宅的地方嗎 這個裡面有802戶 我說這個事情他並不是都沒有做 這是延續林市長的社會住宅 是啦 我剛才沒說過 這個我不是台中市議員 可是我說這個事情他有回應過 再來我要講就是說 當然我們剛好談到這個盧寬蘇 我剛好覺得我必須要說 我剛好說的 的確要先檢討自己 可是我說在整個 整個媒體環境結構 對他極端不利的狀況下 的確他 比如說剛好講有沒有抹黑 我舉個例子 當時選舉的時候 蘇智芬委員在立法院指控 說台中電廠是他們家的提款機 都要交一千的保護費 他們的工廳都要 都要那個什麼 都有提款卡片送等等 到目前為止 一個證據也沒拿出來 有道歉過嗎 有出來說明過嗎 一個都沒有 所以我就說你要這些指控 對於 對於坦白講 這個事情即便沒有證據 可是在媒體上 在綠營的網路上 大肆的報答大聲 所以我們要講 當然嚴寬文會有自己 包含國民黨 我們都有自己 我們在選戰上的問題 可是在這樣的這個結構 這麼不平衡的狀況下 的確選得很辛苦 這是我們未來要繼續去檢討 跟努力的地方 我覺得指責 這個有點以偏概全 蘇智芬那個指控有沒有證據 我不知道 如果沒有 他要負責任 可是包含楚音 包含智昌 我們在這邊指控 有哪一件是沒證據的 所以我覺得說 沒有錯 這個嚴寬恆的確是受到很多檢驗 問題是你們別忘了 當時嚴寬恆跟罷免陳柏惟團隊 是如何檢驗陳柏惟 只是一樣的標準而已 我覺得剛剛陳大哥講到 盧秀燕可能不會連任 我們大家都很訝異 不過似乎有往這個地方發展的可能 因為很多東西很反常 大家記得那時候 韓國瑜要選總統 二零二零年八月 他不是發生那個違建 對 那時候張立善是雲林縣長 立馬就要拆 那你認為張立善跟韓國瑜 跟蘇智跟韓國瑜 他太太的家 李嘉芬的家族 關係不緊密嗎 緊密 也緊密 可是在這個關鍵時刻 韓國瑜要選總統 那肯定就是要斷尾求生 你看那為什麼到今天為止 盧秀燕跟顏家 他的違建這麼明顯 他不敢動 肯定是有很大的把柄 或很大的東西是被嚴家所掌控 他不敢對尾求生 他甚至到最後他壓力大到 因為他不能動責得救 我動了嚴家 我連任可能就沒希望 那我不動 我也不法連任 到最後怎麼辦 乾脆就不選了嘛 你就不要來折磨我了嘛 那我還講一個結構問題 盧秀燕是基隆人 他跟臺中他沒有關係 是因為他的先生廖素嘉 他們廖家在臺中是很有師弟的 他先生當過臺中三屆市議員 他的公公叫做廖濟魯 也當過審議員 也當過市議員 他們在當地是非常非常強的 所以盧秀燕也因為在他公公的 他們家族的支持下 他一九九九年當選立委 一直到二零一八年 當了十九年立委 請問那個時候 盧秀燕叫做什麼 盧秀燕也當立委 然後那個時候臺中市長是誰 胡志強 所以胡志強加上這個盧秀燕 加上盧秀燕 他們當時就是鐵三角 到現在為止已經多久 快二十年了 所以這種盤根錯節 這種緊密 這個時候切到連嚴家 砍到嚴家的手 就等於砍到自己的手 所以才會變成這樣投鼠忌器 所以我覺得盧秀燕 他接下來面臨的壓力 會非常非常大 他只能夠一直謝謝下去 國民黨因為朱立倫 他在這個林靜儀勝選 林寬人敗選之後 連記者會他都不願意出來 大家都說一味 所以國民黨的立委 李德偉批評他 一個月輸掉三場選舉 連記者會都不開 危機處理成這樣 孬字貼上身 支持者將從韓星變唾棄 那已經排山到海的 國民黨支持者 要這個朱立倫 這個下台 說他的臉書已經被灌爆了 甚至有人說 朱立倫下台 然後韓國瑜上台 不過今天他有說所有的責任 他一肩扛 不過大家覺得時間太晚了 來我們來看一看 一月九號 兩站再敗國民黨主席朱立倫 省以十七小時後 曾斷現身台南大天后宮 主委先送他 一見面就加油打氣 不過黨內炮國蒙烈 可不認為主席和連連吞敗 過得了關係 任何的失敗或責難 我們一肩扛起 這次的表現 當然不如理想 不要跟所有我們的支持者道歉 拳後首度露面 如其總算道歉了 語氣嚴肅 表情卻很淡然 對比朱立倫的冷靜 國民黨台南市議員李彥篤 還有王家正以及台南市 共享完日式 在他講話全程董梅頭聲索 還不時皺眉 似乎對國民黨未來很憂心 尤其1月9號雙輸局面 第一時間朱立倫選擇不面對 來因就責聲浪不斷 大家都在問主席到底在哪裡 9號下午4點開票後 立委高金素媒率先抵達 严寬恆競選總部 幾乎是同一時間 下午4點18分 國民黨群組宣布主席不出面 稍晚由林涛奈威發言 5點35分左右 严寬恆宣布敗選 會在身邊的事情 严寧和高金素媒 台北台中兩場重要選舉 不見朱立倫生意 環境6點15分 文傳會主委林涛勸勉道歉 傳出當時朱立倫 仍就在黨中央辦公室 討論選後目的 昨天我也都在打電話給 严寬恆宣布主席 严寬恆宣布董事長 還需得來努力 尤其是針對2022年 我們腳步不能停下來的 10號上午8點50分 严寬恆謝票 飛在旁邊的 還是前主席 蔣啟晨成 一直到11點 朱立倫才現身 台南大天後宮 消失的17小時 說是為了2022 傷腦筋 但沒有氣 面對失敗的作法 進退失去 想要重振 藍軍士氣 朱主席恐怕一定失去 對此到會心 好 那麼今天朱立倫的臉書 被灌爆了 那大家都要求要換人 那朱立倫今天終於說 任何失敗跟責難 我一肩扛 那請教一下 年華 為什麼今天跟他講這個話 其實朱立倫在選前的 那個禮拜三的中常會 我記得 當時朱立倫就講 他說中二選區的補選 跟臺北市的罷免 並不是政黨對決 所以其實朱立倫 早在那個禮拜三的中常會 就已經準備要切割了 意思是贏 是你們嚴格比較厚 如果輸 我們沒有關係 那其實你去觀察 國民黨整個對於中二選區 跟北武的罷免 其實從頭到尾 也是都只有袖手旁觀 不說用全黨 不像當時白邊陳博 這樣用全黨的力量去打 所以朱立倫 我不管他的評估是怎麼樣 但是一個黨主席 你正任以來已經三連敗 公道輸掉 保存輸掉 保存輸掉 已經三連敗了 昨天讓人家最沒辦法接受是 你今年派一個文傳會主委出來開記者會 你整個不要開就好了 乾脆你就叫臺中市黨部主委 跟臺北市黨部主委出來講就好了 你當中央你叫一個文傳會主任出來開記者會 感覺上就是黨中央完全好像當作這件事沒有在發生 所以也難怪黨內很多人會要求說朱立倫要負責任 其實我幫他統計了一下 從剛剛到今天兩年 二零二零年一月十一號是總統跟立委選舉 從那次選舉開始算起 到現在兩年 國民黨九戰七敗 這職棒總冠軍帶就被打包回來了 所以在當然這前面有有江啟臣的事情 可是昨天林濤講一段話 讓大家更沒辦法接受說 他的意思就是說 這個大概都是前任的事情 那個過去都過去了 跟我朱立倫無關 可是朱立倫你別忘了 陳柏惟被罷免掉之後 你是多麼意氣風發 所有支持臺獨的立委 通通要罷免 還記得嗎 那結果呢 結果你贏了 你要去掛中央 輸說和你無關 尊重地方的選舉 世間沒這麼好看的事情 更何況 今天有人做了這張梗圖 我覺得當然啦 這個如果有看過派遣女衣的 大概就瞭解這個梗了 哈密瓜在這裡 就是那個派遣女衣 那個老闆每次要去跟廠商勤款的 就會送那個很貴重的哈密瓜 接著就是帳單嘛 那一樣的道理嘛 罷免兩次一次補選四項公投 這個錢總共我們國家花了二十億的公帑 我們當然不可能跟國民黨要 因為他是依照制度 依照法律 可是當你花了二十億的公帑 然後結果全部都輸掉的時候 一個負責任的政黨 其實應該告訴我們說 那你們這個黨主席 或是說這個黨接下來怎麼做 我在四項公投國民黨輸掉的時候 我講我說政黨不怕輸 但是要認輸 要知道為什麼輸 是 丁蓋公道國民黨沒有認輸 也不知道怎麼輸 這一次趙浩康說我們小營 我也沒意見 他們可以繼續自我感覺下去 但是如果說你還是不認輸 還是不知道怎麼輸 甚至今天還故意去臺南 我不知道主任今天去台南 難道朱立倫你要選台南市長嗎 他去物色人選 不用物色 我覺得朱立倫是國民黨選 臺南市長最好的人選 因為他們中人還是台南人 高威仁是台南人 臺南對國民黨是艱困選區 朱立倫你去選 一定可以提升黨的士氣 可是你今天到現在為止 上次勉強還有個傅秘書長 林維州請辭 到今天為止 國民黨的不要 我不要講說請辭負責 對他們來講太難了 到現在連認輸這兩個字 都沒有 你看臺北市黨部主委怎麼講 我們策略成功 我們策略成功 我請教你 朱立倫是一個有檔的人嗎 我認為他是躲避球校隊校長 隊長 真厚米 他沒有承擔 你看昨天台北市那個罷免 很多人包含鍾小平 包含很多人都講說 如果國民黨權力動員 林昌佐有可能被罷掉 因為查差不多三千幾票而已 就表示朱立倫的政治判斷錯誤 第二個 當他做出了錯誤的政治判斷 他沒有那個勇氣去承擔 那個失敗的結果 來 方老師請說 我覺得接下來我們看到一個朱立倫 跟顏家互咬的一個出戲 互相咬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顏家跟朱立倫之間 因為這場普選 產生了很大的心結 大家知道朱立倫是去年十月五號 就任國民黨黨主席 他其實就非常的積極去罷免 這個陳柏惟的事情 他幾乎常常去台中 好幾次嘛 對不對 到十月二十三號罷免過了 照理來講 他應該立刻就推顏寬恆 沒有 都沒有 沒有任何動靜 為什麼 我認為可能朱立倫當初 並沒有想把顏寬恆當作首選 他可能特別是當民進黨 推出了林靜怡 他可能也想找一個形象好的 也想找一個也是女醫生 來跟林靜怡PK 可是沒辦法 顏家的力量太大了 所以到後來妥協到最後 可能也被迫 要由顏家來推顏寬恆出來 所以你看為什麼很奇怪 十一月九號宣布參選 那個朱立倫來了 後來再也不來了 投票前一天 他來臺中 你那一天 顏寬恆整天他在烏日 因為烏日他最弱 你既然你來了 你為什麼不陪顏寬恆掃街 晚上顏寬恆的這個晚會 你等一下去參加 幫他講話 也不參加 所以我認為他們雙方面一定有很大很大的矛盾跟問題 到最後我覺得朱立倫為了要謝澤 一定會說是顏家不要我去的 顏家說我們國他不想藍綠對決 你怪我幹嘛 要怪怪顏家 但是顏家也會跳出來講 你朱立倫黨 民進黨是請全黨之力幫幫這個林靜怡 你國民黨呢 所以我覺得這個會變成狗咬狗一嘴毛 好 我想朱立倫的意思就是說 這個戰爭都是江啟臣選的 我被迫要承擔啊 這怎麼可以算我的 2022跟2024才能夠算我的 而且這一次也是被國家機器吞噬 在地名利被國家機器吞噬 我哪有輸啊 來 我們來看一下 失敗不可恥 不敢面對才可恥 然後要檢討 國民黨中二補選霸場案雙輸 黨籍立委話說得很重 尤其國民黨主席朱立倫 第一時間還懸隱 讓黨內兜看不下去 既然來了就不要怕 不要躲 躲也躲不掉 我也建議支持 是要擴大他的決策圈 小圈子決策是不行 戰鬥嵐趙少康 質疑朱立倫決策圈 青壯世代的李德維 更在臉書痛批 一個月輸掉三場選舉 連記者會都不開了 支持者將從韓星變唾棄 黃羊普老我也玩意 我想這一兩天 我倒是覺得 黨中央可以有更好的方式 出來做一些說明跟溝通 不要被打到好像 完全好像都沒有人力還手 那支持者就會失去熱情 要朱立倫出來面對 尤其國民黨敗選聲明 被解讀是否在甩鍋前朝 三番兩次為嚴寬恆站台的 前黨主席江啟成 也直言請檢討 朱贏我們都必須面對 朱贏也都應該要檢討 都應該要想辦法改進 我們不能讓在前線打仗的 戰士孤軍奮戰 朱子錡實在是有點蠻可惜 以前 對朱主席真的是 到了滿大的期待 可是就只有一點說 他該要出來的時候 沒有表現得很積極 黨內質疑聲浪一波又一波 畢竟從公投到立委補選和霸場 三連敗 黨主席責無旁貸 好那我想請教一下 這個彭孝兄 輸了然後說 在地民意被國家機器吞噬 什麼叫做被國家機器吞噬 這個問題非常的 這個水很深 因為上次記不記得 韓國瑜選 這個高雄市長 後來選總統的時候 都一直在講 他連車子都被國家機器吞噬 對不對 所以這是國民黨 謝澤混淆視聽的老套 這裡面今天哪一個國民黨的黨員 或者是國民黨的幹部 你能夠具體指出來哪一個國家機器怎麼樣吞噬 哪一點哪一滴或者是哪一張選票 這一次的選舉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選舉 是因為你們提起要把原來的立委也罷免掉 這個是誰啊 這是國家機器決定的嗎 不就是你們國民黨搞的嗎 你覺得朱立倫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我覺得朱立倫真的是 他算是一個躲避球的高手 躲避球的隊長 每當有狀況來的時候 他都丟起來 你跟臉都看我一樣 他都參加主席球隊 都是踏掉了 不然才出來 問題過去了 他承擔在哪裡 這個跟大家報告 蔡思平是這樣看朱立倫 蔡思平說 國民黨這次輸的 不只是台中二選區的補選 更是傷痕累累的政黨形象 在一次被無情的践踏 蔡思平說 朱立倫 讓人家看破 他事前判斷不足 事後擔當不敢的手腳 可是他說 朱立倫的衝擊不會到此為止 戰鬥人 戰鬥人會虎視眈眈 進一步逼迫他 抢奪黨的領導 黨的聲量 而本土人跟知識人 會對黨的未來失望透頂 他們會沉默 會在未來的選舉的時候 轉而把票投給其他可能的政黨 例如民眾黨 他說一個不敢面對中國阿把說不 一個不能夠擺脫舊包袱 不能夠整合黨內分歧的國民黨 只能眼睜睜望著民進黨的車尾燈 往前奔馳 還在加速油門的時候 見得你國民黨一身爛泥 蔡思平說 最困窘的是 國民黨內未必同意 他們腳下是一灘爛泥 其實講的有夠難聽 那我想請教一下林委員 你怎麼看 我覺得其實這個蔡思平講得非常正確 其實像我們民進黨 選舉就是這樣 不是贏就是輸 是一個零和遊戲 我們民進黨不是沒有輸過 但是你看到我們民進黨每次幾次遇到失敗的時候 比如2018這種大敗 縣市長大敗的情況的時候 我們是從唐主席 然後到秘書長 大家一字排開站出來 首先我們除了接受我們的失敗之外 我們會道歉 我們會反省 我們認為是我們自己做的不夠好 可是你會從顏寬恆 他這個出來 再到現在黨主席朱立倫不見 其實他們從後到後都不覺得自己是不對的 所以這個變成是好像說 反正把責任推給別人就好了 我自己覺得朱立倫 我說實話 你連顏寬恆都不如 昨天顏寬恆輸的時候 我是有特別去聽他的說法 至少他有好好的準備一番說辭 然後說自己要在一起 雖然說他也沒承認他有錯 好歹他準備了 但是我覺得朱立倫 你就乾脆完全是may cut 遲到躲起來 我覺得他的心情 還有他的態度是什麼 我覺得就是不想面對 認為說反正今天今天 那種感覺就是沒肚子沒膽 我真的覺得沒種 怎麼會這樣子勒 因為我必須講 你看從這個罷免到現在補選 都是國民黨發起的嘛 對不對 然後我要給大家一個數字 剛剛年晃哥有特別提到說 從公投再到罷免 再到補選花了二十億 那麼其中當然有十七億 這個等一下再請林委員再補充 好不好 等一下我們也來看林靜宜當選了 但是據說韓家軍的總部已經寫罷免林靜宜加一了 什麼樣的態度 什麼樣的生活 現在會出現這樣的聲音 另外柯文哲的媽媽跟顏寬恆巧遇 柯文哲今天竟然說民進黨太壞 國民黨太笨 民眾黨太弱 為什麼民進黨太壞 等一下我們繼續討論 先休息進廣告 這個正知道了 在昨天收視率2.57 一個是2.26 是有多少人在看 製作人剛剛問了以後 說第一小時有109萬多人 第二小時是108萬多人 那我是講的是說 我們就有一百多萬人 那其他節目 其他台也都在關心 你覺得台灣關心 嚴家這場選舉有多少人呢 好 那這個 我再請教一下 這個林委員 為什麼現在林靜宜很強 韓家軍總部就有罷免林靜宜 我覺得這種就是一種不甘心不放手 而且我覺得他們是死誰之位 因為我必須講 以罷免來說的話 第一階段第二階段都是提交連署 那其實我們過去一直在講 就是這個連署的過程中有很大的問題 比如說他手上掌握名單 之前不是有好多那種所謂幽靈的 問題的名冊等等 他現在要成立第一階段跟第二階段是容易的 因為林靜宜有名單 他去掌握 然後再來之後 如果第一階段第二階段過了之後 就可以再來亂這個政局 但是就像我剛剛廣告前我要補充的就是大家可能不知道地方性的罷免 是地方的政府財政支出的喔 譬如正當哥你拿的這一張像這樣子就是說 韓粉又要罷免林靜宜 這中二選區 你要是還要來處理的話 我先告訴大家這一次因為那當時罷免陳柏惟 台中的中二罷免花了一千九百三十二萬 這是地方財政支出的 如果像剛剛之前這個施議員所說的 過去盧秀燕都一直在批評說民進黨執政的時候財政不好 那他自己也沒處理 一千九百多萬就放水流 如果再來的話 這是拿人民的納稅錢來開玩笑 我覺得對於這些罷免團體來說 他就是劃劃的啊 如果是說變過就我賺到了啊 如果沒過我有什麼差 就像朱立倫還可以躲起來說 這沒我的事喔 這江啟臣的 所以我對他們來講就是 這種惡意的情緒的罷免 其實我們在選舉之前 我們就一直在強調了 希望今天之後不要再講 會跟大家道歉 到底有多困難啊 我真是小不懂耶 不過來我們再看一下 這也是在選前一兩天發生的事情嗎 還記不記得這張照片 有熟悉嗎 巧遇 巧遇 柯媽媽 顏寬恒 然後大家都在比這個手勢 結果他們竟然說 這不是在支持五號 再看這一張 這好像是廟宇的樣子 對 他們是去進鄉 天公庭 天公庭看耍後 又去餐廳吃飯 跟他們說他都不會白痴 他做實在 做人做溫和 做雷貓 林正宜 刺牙刺白白 一直賣我兒子 好 選舉出來了 是這樣的結果 那麼這個 柯文哲又講 民進黨壞 國民黨傻 民眾黨弱 來 我們來看 不需要 國民黨太笨 但是現階段民眾黨 還是太做 我們不諱言 事實就是這樣 我們到現在為止 還是一個不關鍵的少數 一月九號 臺北市長柯文哲 出席民眾黨代表大會 雖然嘲諷藍營 卻也自知民眾黨 還不夠有力 不過隨著中二補選 以及霸場案藍營 再度全面潰敗 民眾黨是否趁機擴張勢力 這一場不全聚 其實你就是最大的贏家 我跟你講 我再講一遍 我們如果有推出候選人 那我們就當然一定要去助選 如果我們沒有推出候選人 我們也沒有說 我就很明明 要怎麼去動員 去站來就不會 柯文哲嘴上一貫中力 不過柯媽媽以及民眾黨 新北市主委選前銅框言寬恆 遭質疑暗助藍營 引來柯粉不滿 批評牆頭草醉 讓人看不起外科醫師 總是精準切割 我從早上一路開防疫會議開到現在 以防疫為由不回應 不過柯文哲為了替民眾黨 壯大勢力積極布局 白色力量形象卻也遭到質疑 搶攻範欄選票同時 恐怕也面臨原本支持者流失偉疾 請教子德兄 你覺得柯媽媽幫元寬等拉了幾票 我不曉得很難評估 我認為拉了五萬票 好啦 這個洪英哥在開玩笑我聽得懂 但是我坦白講 為什麼你不相信我主觀的分析 那你是說言寬恆只有三萬票實力 柯媽媽實力太強大了 沒有啦 我當然我同意 就是大家外界揣測 你知道為什麼民進黨後來贏嗎 民進黨為什麼贏 因為民進黨壞嘛 壞 是啊 我覺得民進黨是蠻壞的 好 那個坦白講 我講一下啦 當然講說這個朱主席的事情 我同意大家看法 其實第一時間應該要在黨中央黨主席出來講 那你隔天再出來講這個話 我覺得效果已經打折扣了 而且坦白講網路啦 或者說各界聲音也批判很多 那我覺得這有點判斷失誤啦 照道理 坦白做一個黨主席 你這樣子罵主席 你怎麼當文傳衛副主委 所以他一直沒有當主委 當不了主委 是啊 我要學學林濤嘛 我是說這個事情黨主席 即便說實在 他接黨主席就三個三個多月 某一些某些他這個這個林濤出來講的部分 是事實 沒有錯 就是說有一些本來就是之前既定的 但是現在的黨主席要概括承受 這是政治的ABC啦 也沒有什麼好那個 所以我覺得這個未來我們還是要 對這種事情還是要謹慎 因為你每一次都在一些小地方 扣分失誤 那對整體的整體而言 或累計而言 對國民黨就是個傷害嘛 那我覺得黨主席 他既然都講了要自己要一肩承擔 然後我覺得未來這個就要當作一個反省檢討 切身的那個 方老師 柯文哲就是個機會主義嘛 哪邊有機會往哪裡鑽 他突然沒有什麼價值觀 他為什麼柯媽媽 柯爸爸去 就是幫顏寬恆雪中送炭 不管怎麼樣 顏寬恆也拿了八萬票 餓死的駱駝比馬大 他對當地還是有影響力的 我必須要講 二零二四年的立委選舉 中二選區 我認為顏寬恆不會出來 但是顏利敏有可能出來 顏利敏出來是代表國民黨嗎 未必 我剛剛講過 我這次朱立倫跟顏家已經產生很大的嫌隙 反正顏心彪就是五黨籍 顏利敏要不然就是五黨籍 要不然他可能會批著民眾黨的這個招牌 選立委有可能 而且明年的今年的這個 臺中市議會的議員選舉 我認為顏家還是有影響力的 他大概如果支持民眾黨提名的人 或者是禮讓 或者是哪些地方民眾黨站台 還是有影響力的 我覺得柯文哲當初找柯媽媽去 他在試水溫 看媒體輿論的效果怎麼樣 如果輿論效果好 他可能隔天自己就下去了 可是因為輿論效果不好 而且被他自己黨內的人士批評 他就收回 柯媽媽幫顏寬恆拉幾票 我覺得沒拉到多少票 說實在的 我覺得顏家是靠自己 靠他自己 但是我覺得顏家跟這個民眾黨的合作關係 已經開始了 那我相信雖然顏寬恆是輸了 可是他當然感謝柯媽媽來下來挺他 所以我覺得雙方面是有發展可能的合作機會 你覺得柯文哲比較壞 還是民進黨比較壞 柯文哲比較壞 柯文哲不是不但我覺得他太多計算了 他太多算計了 那可是我覺得很政治 本來大家認為應該是要很 大家因為過去認為他是白色力量 他很真誠 他覺得他只來只往 柯媽媽也是啊 可是為什麼柯媽媽跟顏寬恆見面的 在廟裡見面說 怎麼那麼巧 你來了 誰會相信 原本他的那種 大家對他們 對柯媽媽對柯文哲的喜歡 是他的那種感覺 不存在了 所以當一個政治人物 充滿瞬季的時候 大家會說 那你過去你所謂的真誠 你所謂的真實 是不是都是假的呢 其實我要請大家思索一個問題 當然子澤兄你也可以回答 是 就是說一個這麼大的檔 為什麼後來是煞一個李梅珍 論文幾乎百分之一百抄襲 他一直躲在這點你知道嗎 難道你們黨要推這個人的時候 所有的機制都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查到這一點嗎 是什麼樣的檔 那是說林靜宜跟袁寬東 這是要怎麼比 我請問請問大家 這怎麼比 一個這麼善良到處去抑診 接生七千個小孩 沒有什麼道德上人格上的缺點 一個引導 從討論到這種程度 黑金的家族 這請教智商兄 是什麼樣的檔 最後產生出這樣的人選 說要讓大家選 這個引導因為這個很好 這就是 這個就是 到底國民黨要不要痛定思痛 過去在一黨獨大的時候 就是用紅黑 兩手策略 來鞏固自己的政權 所以說我提過 中二選區其實是整個 台中黑金政權的最後的餘孽 那也好在昨天做了一個翻轉 再次證明這種方式 是不通的 你要走過去的路路不通 那當然就是說 也會讓這些地方派系持續的來增長 來長大 來越變越大 其實國民黨自己要檢討 你就是放任 你想想看國民黨在那個選區的議員 其實有的也不錯 這個男的也好 女的也好 其實都很優秀 學士各方面 包括在服務的經驗也不會輸 但是很抱歉 因為他小人 他在勇敢 當時來為他們把它飄割 到他們 這個跟國民黨之間的合作縱橫 等等的這些糾葛 我覺得是國民黨自己養成了當中 因為這個是很嚴肅的課題 今天石板明夫講這個我認為我是認同 石板明夫說 國民黨輸在理念不清晰 他說選民看不清國民黨的訴求到底是什麼 除了想打倒民進黨以外 不知道國民黨到底想實現什麼 一個政黨最主要的生命力來源就是他的理念 看不到理念的國民黨是一盤散沙 沒有凝聚力 他說不清楚自己的兩岸政策跟未來的國家藍圖 今天的國民黨的兩岸政策是承認九二共識 但是因為說不清楚承認以後可以把台灣帶去哪裡 所以不敢訴求 只能每天拿著放大鏡挑執政黨的毛病 他說去年發動了一連串的罷免跟公投 都起源於國民黨看民進黨不瞬眼 民進黨做什麼他都反對 就好像打棒球 你要選好球打 可是國民黨現在不管好球壞球 全部都揮棒 所以不容易得到多數選民的支持 他說現在他們就像西遊記裡面 妖魔鬼怪打打殺生的鬧劇 就像今天的國民黨 聽起來滿像的 我覺得國民黨跟民進黨的DNA 完全不一樣 民進黨做什麼他都反對 就好像打棒球 你要選好球打 可是國民黨現在不管好球壞球 全部都揮棒 所以不容易得到多數選民的支持 他說現在他們就像西遊記裡面 這個妖魔鬼怪打打殺生的鬧劇 就像今天的國民黨 聽起來滿像的 我覺得國民黨跟民進黨的DNA 完全不一樣 其實國民黨跟民進黨跟共產黨 都是屬於叫列寧市政黨 就是上面有一個很尖的三角形 由上來中常會為主 但是共產黨強調什麼民主集中制 什麼我們任何決策先民主討論 討論越激烈越好 搭起來都可以 可是當決策出來之後 全黨同意 要一致慣行 民進黨其實學到這個民主集中制 民進黨開中常會也是吵吵鬧鬧 可是一出政策大家都統一 國民黨不是 國民黨是集中民主制 看起來很集中 大家一團和氣 可是各個角力互相 你來我往的 所以這就是不同的路線 再來我覺得民進黨他的雷達非常強 我們看到當時這個新竹市跟新竹縣 合併的案子 是柯建明提出來了 結果引發意見 很多負面的感染 林志堅立馬就說我不選了 這叫什麼 斷尾求生 我就下定我的決心 林志堅說我不選的話 他今年十七月 他可能會變成是一個失業者 他沒有工作 可是他寧可為了這個黨 他把自己的政治前途暫時停止 他有這個氣魄 他又救了這整個黨 不是救我自己的未來政治生命 林志堅說反正修法修 不是我修的立法院修的 我就成為當然是候選人 他為了整個的黨 他犧牲自己 國民黨是什麼 我這個黨可以犧牲 我自己一根寒毛都不能犧牲 這就是兩種截然不同的 你看當時賴清德為了幫郭國文 大家還記得嗎 臺南市 在那個大雨之下 穿的雨 站在那個街頭 幫郭國文那時候要助選 要補選 他一個當過臺南市長的人 他可以這樣做 郭國文當然對賴清德 你要我做什麼我都願意 所以國民黨今天就是沒有這種人 你看當時賴清德為了幫郭國文 大家還記得嗎 臺南市 在那個大雨之下 穿的雨衣 站在那個街頭 幫郭國文那時候要補選 要補選 他一個當過臺南市長的人 他可以這樣做 我一定要做什麼 我都願意 所以國民黨今天就沒有這種人 連幫 就大家都是各自顧各的 連一個要罷免林昌左 你看這個周小平 他說又跟馬英 他們又不一樣 這個跟趙斯康普不同調 每個都不同調 朱立倫做地上官 就分成三個 那我問你好不好 國民黨理念是什麼 九二共識 就只有一個九二共識 九二共識他也不談了 對 完全沒有理念 就是一個理念 討厭民進黨 討厭蔡英文 就這個而已 所以只要是討厭民進黨 才是蔡英文 其實他這個仇恨值很高 可是他沒有任何的建設性 所以我剛剛講 剛剛彭雲哥講 為什麼你們今天要推李梅珍這種人 你為什麼要推 李梅珍是有進步價值 李梅珍是有進步價值 李梅珍有被我們發現 就是發現他的論文抄襲 這是唯一的價值 所以就表示這個機制出現問題 李梅珍就像你剛才講的 國民黨的特色一樣 他腦袋空空沒有理念 所以 那為什麼要推沒有理念的人 沒有理念的黨 才會推沒有理念的人 但他有什麼 他有家族 英老伯在地方上是一腳 對不對 如果你沒有家族 沒有背景 你在國民黨 你有機會 裡面這個英老伯也像 英老伯也像 英老伯 英老伯比較大 那也要建議那個世界